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一部分要介绍的是 卡方简定里面的适合度简定中的 叶特校正 这个题目是有关于叶特校正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叶特校正呢 就是说在卡方简定的时候 假设自由度是一的时候 应该要进行的是一个叶特校正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题目内容是说 他们服用了一个药物A 那么在199个里面 有9个是死亡的 然后再过来是一个control groove 在一个控制组的情况之下 那他有97个男性 有13个死亡 那么他要我们怎么做呢 用这个列连表的方法 他指定要用叶特校正 卡方简定 那α是0.05 因为这是一个非生即死 所以的话呢 这两个都是一样 它将会变成了一个自由度为1的 一个卡方简定 所以事实上就是要用叶特校正 那么我们首先 我们先把我们的虚无假设先列出来 虚无假设说的是 Medicine A 好 我们的药物A 这个地方来说 与控制组 它的死亡率 假设是一样的 假设是一样的 这是虚无假设 那么对立假设就是 不一样 药物A 与这个控制组 死亡率 不同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列连表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表先叫出来 好 现在来看 以这个题目来说 α是0.05 题目是要这样子做 那么列连表怎么做呢 我们先分成了两部分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存活 这个是 好 我们先这个地方 一定要总和 很重要的 这边一定要总和 我们分成了 药物A 以及控制组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 总和 题目里面说的是 199个人 里面有9个 是怎么做的 在12个月以内 就死亡了 所以这边死亡的部分是9 那么存活的部分是 190 我们这边把它写在左边一点 是因为 等一下 我们要算它的 敌忘值的部分 我们要留一点空间 那总和是 199 再过来是 控制组的部分 是13个 总和是97 13个死亡 那么几个存活呢 那就是84个了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死亡的部分 我们加起来 这边是 总和的这部分 都不需要放在左边 我们放在中间就好了 这边是22个 这边是 274个 总共有几个呢 296个 我们先看这里 先看这个 这个 按照列连表 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值应该要多少 22 199 除以296 我一个一个算 这边来说是 22 乘上 199 除以296 这个计算不麻烦 14.79 所以我们这边填 14.79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应该是多少 这边的话呢 是 27 274 乘上 199 除以296 我们算出来多少呢 184.21 这边是 184.21 再来看这个 这边是 22 22 这边是 97 22 22 乘上 97 除以296 这算出来是 7.21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写下去 这边是 274 乘上 97 除以296 那我们计算一下 这是多少呢 89.79 好 那现在我们做好了准备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它的 k square的值了 卡方值 这个地方 要注意的是 这边 这个值啊 是1乘1的 就是2减1乘上2减1 就是1乘1的自由度 我们要用的是 叶特的一个修正 那么叶特修正 我们把它写出来 是做的是 因为列点表 所以我们有两个sigma 这边是 EI 这上面的话来说 我们要平方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边是 我们这边的话呢 有IJ了 因为有两个 减掉 EIJ 减完了以后 要注意的是 要减掉 多减一个0.5 的平方 这就是我们的 叶特校正 那这边的话呢 IJ都一样了 I等于1到2 J等于1到2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就计算了 这边是有四笔资料 我们计算一下 下面是 14.79 那么14.79 对应的是9 所以是 14.79 减掉9 再减掉0.5 这个的平方 来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 190 190 跟184 我们这边就是 预期的值是 184.21 那就是 190 减掉 184.21 减完以后 再多减一个 0.5 再加上 再来这个 这个是7.21 这边是13 13减掉 7.21 再多减一个 0.5 叶特纠正 每一个笔资料 都要多减一个 0.5 最后一笔是 89.79 这边是 84 那就是 89.79 扣掉 84 再多扣一个 0.5 修正 来 我们这个值是多少 我们这个经过了 修正的值之后 我们算出来结果 这个计算 要按一下计算机 按一按 这是多少呢 6.237 6.237 到底会不会太大呢 那当然 我们要比一下 临界值 那于是我们把 这个表叫出来 这个表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0.05 然后自由度是1 3.84 3.84 这个值 我们已经超过了 既然是超过了以后 代表是这个地方 差距很大 那么我们还会 死亡率相同吗 不会了 我们就 拒绝H0 拒绝H0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 认为说 这个服用药物A 跟控制组的死亡率 是不一样的 2.82